声音只是了解 100R 声音只是了解 100R 声音只是了解 100R 声音只是了解 10R 声音只是了解 15R 声音 亲带 讲到这个 讲到这个 电位アッシュ 那么大家看到 这个是不是 是一个 抛物线吗 你们觉得是不是 這是拋物線 你覺得是對不對 很多人都說YES對不對 實際上 它不是拋物線 它趨近於拋物線 可是以數學來講 純數的話 它是接近拋物線 可是它不是拋物線 它不是拋物線 是接近拋物線 它蓋這個拋物線的時候 你知道嗎 它蓋這個拋物線的時候 它是從這邊蓋 從這邊蓋 然後蓋 蓋 它蓋到最後才接起來對不對 那我去看那個 它是一個國家公園 像國家公園 它做一個減保 它這樣蓋 蓋 蓋到最後的時候呢 哇 接不起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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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差差一點 所以那個 那個 那個 英軍力很厲害 後來把他 把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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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回來 你知道嗎 他是慢慢在這邊蓋蓋蓋蓋蓋 本來說計算得很好 可是到了底間才知道 加粗 沒有 好歪掉還怎樣 反正就是 它那個 要到最後的 那個階段 最後的計畫 沒有算 沒有完全 所以這個就是 OK 需要數學 也許數學不好 所以沒有算 沒有算 可是後來他們也解決這些問題 也解決這些問題 所以 然後呢 這個裡面可以搭那個train 這個可以搭那個電梯喔 這電梯可以到這個樓上 然後 這個上面有一個觀景台在這裡面 觀景台 他這邊有那個 那個 那個 那個電梯喔 那當初我在想 還沒坐電梯的時候 想說這電梯 這彎的 到底怎麼上去 對不對 後來 到了那個裡面 我才知道他是怎麼樣上去的 好 那一個 一個 一個位置大概五個人可以坐 然後他是這樣子上 那有點像 我也不知道怎麼描述 反正進去裡面才知道說 再可以 就可以坐 你坐到這邊 拿完之後你下來 是從這邊下的這樣子 好 一邊是上 一邊是下 一邊是下 然後那底下 底下這個 這個 underground 就是底下都是一些 像那些 早期移民的那些博物館的資料 都在裡面 都在裡面 然後這個 整個 他整個都是什麼 這個 他用很多stainless 蓋的 好 用很多 很多那個 那個stainless 就是那個 不鏽導 蓋起來 這是一個 第四拋物線 可是他並不是一個拋物線 然後呢 我這邊的 information 你看 looks like a proverb 但是 是不是呢 好 然後我這邊 用一個 那個 geological 對 geological 來給他 給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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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他這樣子 可是接近 泡物線 可是那個 不是泡物線 所以這個是一種 跟stainless教材 相關的東西 對不對 好 然後呢 你講 講到那個 那個 泡物線的時候 你看 這個有平方的平方 就是會讓我們變成的 泡物線 所以我們可以跟孩子們討論 有平方的 還有沒有平方的 或者是一方的 會怎麼樣 就是 然後呢 ok 這接下來 我們來看看 你們是不是想看棒球 那個 投手在投球的時候 他是一個 泡物線嗎 好 或是 一個打擊者 在投球 正擊球的時候 是一個 泡物線呢 對不對 這個都是一種 我們可以 泡物線的 另外一種 所以 在運動裡面 場合裡面看到 欸 這些 都是 都是 那個 泡物線 好 那這簡單的 我們簡單做 數學的分析 對不對 我們簡單做了一下 數學的分析 當泡物線這樣子的話 這是時間 這是高度 這是 非常簡單的 可以跟那個 小學生 或是初一的孩子 對不對 講這個 泡物線的概念 接下來 有些老 有些學生 他喜歡看籃球 對不對 看NBA的籃球 對不對 那這次也是一個 你看在 如果是在 投籃的時候 他投籃 然後 你看他投籃的時候 一定要 他投籃的時候 不是往這邊投 如果你打球的時候 你就知道 對不對 你投籃要投進去的時候 一定 你的角度 一定要往上 你不可能往這個值得 我們的值得 你根本打不到 一定 一定要往上 要往上的時候 一個力量 他就是 才會進去 才會進來 所以你看在計算這個 計算這個角度 計算那個 三分九 你看都要 這個就是一個泡物線 然後 那個 我曾經 聽過那個 NBA的球員 就是 林書豪 他有一次 他有時候分享 他大學練習 每一天 你知道他投籃 投幾次嗎 他投1000次 如果是我 我頭1000次 我手就斷掉 他投1000次 對不對 那是在大學的時候 可是呢 他說 他到NBA 當職業籃球的時候 他是 乘以二 有時候是乘以三 所以你看人家這個 準確度 三分球 那不是一天兩天的 那個 那個是有多少的練習 多少的經驗累積值 對不對 你不要看人家說 那麼簡單 就是說一下子就透進去 沒有那麼容易 背後的訓練 還有他那個 記憶的訓練 跑步的訓練 什麼樣的訓練 我們沒有看到他背後是 什麼樣的訓練 是 很多努力的 然後呢 接下來呢 這些 就是我們 談到這些 就是 基本上就是我們回來 當我們找到很多很多 這個 生活上的 那個 例子之後呢 我們才把孩子帶到 像教科書 這樣子的東西 你千萬不要馬上 把這個東西給孩子 我想 你們 各位 在 初一 或是初二 在學 泡物線的時候 有沒有 是不是 你就被這個嚇到了 有沒有 對不對 是不是要用 一些生活的東西 情境的東西 然後再玩之後 用例子 然後再介紹 這個叫做什麼 是泡物線 然後玩之後再介紹這個 方向 這個程式 然後讓孩子去 讓孩子去發掘 讓孩子去發掘這東西 然後 比如說這個 如果是 Y 只有 E4X2 會怎麼樣 會變成這樣 如果再加一個 加一個 2X會怎麼樣 或加一個1X會怎麼樣 對不對 慢慢的加 不要一次加太多 慢慢加 循序前進 不要一次就給他太多 先加 然後 玩完之後呢 欸 玩三個呢 3X會怎麼樣 然後呢 negative會怎樣 好 如果是 加3會怎樣 1個2個3個 好 減2會怎樣 減1個減2個 然後有負的會怎樣 沒有 所以你要讓孩子去 去 去發 發現這些 探索 討論 對不對 不是說直接給他 要讓他去發現 欸 這個有什麼不同 這個和這個 有什麼關係 這個和這個 有什麼關係 這個和這個 有什麼關係 有沒有什麼關聯性 彼此之間 是不是有一些關聯性 然後 然後 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討論 會後就可以討論說 欸 我們是不是 可以 有些結論 對不對 我們一些結論 所以呢 他就會發現 如果有 就 如果有討論完之後 你說 欸 如果加4會怎樣 欸 加2會怎麼樣 加3會怎麼樣 怎麼樣 你們以前有沒有這樣學過 很少 對不對 我覺得 一個好老師 要帶 帶領學生的思考 要讓他們去問他們 不斷的去問他們 然後讓他們去 那個人思考 然後他們關聯性怎麼樣 對不對 然後呢 完之後呢 欸 可以做一個總結 對不對 好 一個conclusion 我們才能做一個總結嘛 當A 是 positive 的時候呢 那個grade是怎麼樣 downward A 是 negative 的時候 是concade 是upward 如果C 是 positive 會怎麼樣 然後 然後 C 或是 negative 那個 那個 要有這些 連結性 我覺得就是說 我們很多時候 我們台灣人起來 很會解庭 沒錯 你給他提問 他就會解 可是那個關聯性 他找不出來 為什麼 我們沒有做過這樣的訓練 為什麼 因為老師沒有這樣給他啟發 老師如果這樣給他啟發 這樣子 經過討論 經過思考 經過這樣子 我覺得 他學習這個討論 會更有意義 而不是只會解庭 對不對 所以我們是解庭 然後去應付答案 應付考試 應付一些 可是呢 那個 那個 真正的學習 真正的那個 學習的那個 本質 有沒有真正學習到 沒有 我們只會學 學會 只會被解體 解體很好 可是 並不是真正 真正的 你所有學到的 一個計畫 你要學到的計畫 就是像這個東西 變化 你能知道 做怎麼樣 好 那是最重要的 好 然後呢 這邊 我 玩完之後呢 可以跟他講說 什麼是 是Standphone啊 然後 當然我會透過一些 這些 電腦的圖形動畫 然後我這個 這個 比如說 在我的PowerPoint 壓下去 就可以可以玩 玩上下 玩上下 然後你發現 那個圖形的變化會怎樣 然後 然後 這裡是 這個 裡面 你可以看到 那個 球的跳動 等一下 我們可以試試看 這個球的跳動 你是不是可以找到這些 物理的東西 然後 還有這些 諸如此類的 這些活動 都可以做一些設計 老師好 聽您介紹以後 覺得生活有很多事情 都於 被裡面關聯 請問老師 平時如何收集相關素材 結合於課堂中 我今天是不是解釋你啊 今天的那個 我們的實驗 還有今天的課程 我大概給你們一些 說Stand 大概意思怎麼樣 給你們 應該 多多少少了解 課程應該怎麼設計 對不對 課程不是 按著教科書 對不對 教科書可以 當你的參考 你可以照他的那個 參考 然後比如說 他的課綱到底是 今天要教什麼 可是呢 我們可以活活化 我們可以生活化 對不對 那今天大家玩得很開心 不是嗎 你的孩子也喜歡 玩得很開心 去探索數學 對不對 所以因為 有時候因為 經過探索之後呢 他反而 本來對數學不喜歡的人 反而他會喜歡數學 對不對 然後探索完之後呢 你會發現很多寶貴的東西 在潛移木化的東西 都在教堂裡 對不對 比如說 我們剛剛蒐集的 一些數據 本來一些生硬的叫做 叫做 加速度 或是那個對不對 可是呢 他就看到這個東西 不是嗎 他就很生活化 就看到這些 這些 那個 還有加速度的東西 所以 我們的課程設計 同樣的 下禮拜 我們繼續 繼續做實驗 繼續玩 繼續發掘 對不對 然後呢 你也要想想看 你們每一組 我有這麼多 要從美國帶回來的這些東西 每一組 你們可以看你要做些什麼 你先Google一下 看一些什麼題材 比較有趣的 我要看到的是有趣的 你不要讓我弄作那麼沒趣的 對不對 你Present給我 像我要準備到東西 我給你看到是有趣的對不對 同樣的你要呈現給我是有趣的 好不好 就像那個 那個 那個 課程就是要活活啊 什麼 這邊有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 Extended教育的Math 跟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nd Art 並 並列的 裸單元 或是偏向於前者 電居後者的概念 請問我的想法是什麼 其他老師的想法是什麼 就像 這個 加瑞老師講 Extended說 我們M 我們教數學教育 會把M放大 對不對 就剛剛 比如說我們做的這些 實驗當中的話 我們看的是數學部分對不對 數學部分裡面有哪些內容 我們可以穿搭給小分野 比如說拋物線 譬如說那個直線圖 譬如說那個 平均數標準差 mean State deviation 可以看到 還有剛剛我們測試那個什麼 溫度的時候那個指數 有沒有 它不是一個直線 它只是指數 這個時候裡面 它 它就是一些學問 所以我們把它看 如何把它變成一個 生活化的數學 生活化的數學 另外有聽說 台灣目前的 大學 就學歷畢竟百分之百 想請教關於 美國的大學 就 就學的情況 以及 為就讀大學的發展前景 其實美國念大學的人 一般的高中 大概比多百分之五十 沒有每個人都上大學 百分之五十 像我孩子 他們那個high school 大概也百分之五十左右 他們就沒有上大學 另外一個百分之五十 也許他們就沒有上大學 也許他們沒有那個經濟能力 他就沒有辦法上大學 因為你知道 美國上大學是非常貴的 那像SRU 來講 一年大概要三萬塊錢美金 對不對 給那個 三萬塊錢美金的那個 的學費 那很多人都需要貸款來讀書 那不見得每個人都會練大學 然後 一個學期有時候要 一個學期有時候學費 那個 有時候是週內的話 週內的話 大概要一萬五到兩萬 還是週外的話 大概會貴一點 大學部的話 大概 大概也要一萬五千塊錢 所以 大學的學費 是非常貴的 非常貴的 所以我的班上學生 不會來到我的班上 不會在那邊打課稅 他修一門 修我一門課 我幫他算過了 我幫他算過了 他修我 修我 修我一門課 我幫他算過了 一門課 一門課 他假設一個學期 他假設一個學期 修 學費大概 假設是五千塊到六千塊錢 美金 一個學期的話 我幫他算過 他如果修五門課 他修我一門課到一千塊錢 美金 一個學期 一門課 很貴 我跟他講 你們 算一算一千塊錢 我就最貴 如果說 你被我當掉的話 謝謝你 謝謝你把這個錢 投資 SIU 他們自己在那邊笑 所以他們 上課基本上 就是 tax series 就是非常 上大學也是非常認真 所以你上課大學 大概至少有五十 是做一些 一些 跟state相關的 職業教育 對不對 那我們孩子 對 孩子的期望 對不對 對 對 他